我們拍拖就不一定結婚 我有事想不到 今天就和大家來到這個 在石牌附近都經常都看到的 一個很高的睡沙爐 是120樓 頂樓就是星月旋轉餐廳 之前有一次來過 但來到8點左右 晚上8點左右 廚師已經走了 收工了 所以今天就再早點來一次 看到景色很可愛 看到一邊的河是淡水河 一邊就是基隆河 然後中間有一個三角形的小島 叫寫子島 當時我們有去過寫子島的一間咖啡吃東西 當時我也覺得奇怪 為何叫島呢 現在在這麼高的環境 看到原來它真的環著都是海水河流 所以它叫一個島 很有趣 上到這麼高才發現 原來這個附近有這麼多種田的地方 種菜 好像很綠化 平日在石牌都好像看到 好像市區一樣 沒有那麼多綠色的地方 原來我發覺 周圍都是河 對於灌溉 種植物應該很方便 所以就覺得 原來在這個位置都有人種菜 在香港 要去到新界 元朗 比較偏僻的地方才有人種菜 沒有想過原來在高樓大廈的旁邊 這麼多菜田 好可愛 好曬 我這個呢 是真的會轉的 所以呢 其實一路的景 剛才我拍的時候 其實沒有那麼曬 剛剛來到這個位 就是剛剛去到夕陽位 所以很開心 今天要介紹一個蛋糕就是 芒果豆腐椰子蛋糕 然後為什麼要特別介紹呢 因為這個新的口味 因為裡面的糖是非常的小 然後吃起來 豆腐的味道 香味非常的濃 然後有一些人都會覺得很喜歡 但是我有看過 有客人就是 他們吃完就覺得 那麼淡 所以你要挑戰自己的味道 就要試試看這個 低糖芒果豆腐椰子蛋糕 那之前就說過 6月會申請定居 但是因為真的太忙了 所以就沒有時間做這件事 現在變成7月了 就應該真的可以申請的了 我覺得 有沒有在想 這樣是不是一定可以 或者一定不可以 去到這一刻 其實我心裡覺得 我已經得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 我自己開這間店 我感覺上 是很多人都想我成功 那種想我成功的程度 是 好像比我自己更想我成功的感覺 所以也有很多人祝福我 可以幫我祈禱 幫我祝願 希望我可以成功申請到定居 成功得到台灣身份證 所以我覺得 大哥 哪有人這麼厲害 如果你自己很想得到那樣東西 然後周圍的人都不想你得到那樣東西 就算你真的得到 我都覺得 都是 沒有什麼意思的 是不是 現在是 我未得到 或者我可能得不到 或者可能得到 但是 我周圍的人都很想我成功的時候 那 我覺得我已經成功了 是不是 所以 最後 可以不可以 那我又覺得 都是 隨緣 因為 我也有去 King Kong那裡 做分享 錄音 那些 我也有講到一個例子 我就說 等於 拍拖 拍拖的時候 就不一定結婚的 會互相了解 雙方都覺得 你又接納我 我又接納你 大家觀察過 OK 那就是結婚 但是 如果 單方面覺得我OK 但是人家不OK的話 那這些不能勉強 是否說 最後結不成婚 就沒有意義 這個拍拖 這個交往 那又不是的 是吧 你中間 一定有東西學到 整個過程裡面 是吧 怎樣學習 怎樣跟人相處 是吧 或者我現在來到移民 我又怎樣去學到 一個 球單的文化 他們的生活是怎樣 都是一個擴闊眼界 所以 就算 成功或者失敗 這個 都不是最重要 整個過程裡面 已經學到很多東西 在這裏旋轉餐廳 我有一件事 想不到 是嗎 我覺得 不知為什麼好像有種想吐 感覺 為什麼 這樣看著東西 在這裏轉轉轉 為什麼有些好像想吐 我還未開始吃的 不然覺得 好像有種 搭車味 是不是自己承認 好像有種汽油味 好像有種汽油味 而且好像很焗 為什麼 真的天氣太焗 太陽下了山 沒那麼辛苦 我媽很厲害 她在我小時候 經常跟我說 拍拖 當然 我可能分手 她很怕分手會很難過 有些人分手看不開 就去自殺 她會說 拍拖 當然是遇到分手 如果拍拖 就請你結婚 不用拍拖 直接結婚 我覺得她說得很有道理 所以我 現在都開始灌輸 我的兒子 都是這樣跟她說 你拍拖 都是認真的 但是 你也有機會分手 不適合 就再拍拖 如果拍拖 就結婚 不如不用拍拖 直接結婚 真的 很可能 我以為 不想坐在門口 然後她突然走遠一點 原來 轉的位置是 這個走道 會轉 原來 那門口 我們最終究竟過門口 搞笑 是 他 他 沒有 他 你 有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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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總有歡喜 難免亦常有淚 我們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全是歡笑多語氣去 這是獅子 為何有頭子動的